今天我們一齊談談這個NinoBlock 其實是日本的職幕 日本是香港真光 有一套是NinoBlock特分為香港而取出的產品 是NinoBlock成Sky100的一個職幕 Sky100跟NinoBlock首次合作 Sky100跟大約有的 這套環球貿易中心最高的這套就是它 我們站在那裡就看到這堆景 這兩邊其實是維港的碼頭 有些杜輪的東西在這裡 這邊比較新的 這邊就是最新的故宮 M家 智星碼頭 有鐘樓 還有這個 馬杜森 這個圓形的 這個是坦古地的 坦古地也有 其實它很齊 麻雀衰小五臟共 IFC就用了一些鑑色和透明去製造形狀 其實這個也很像 是藍藍底色 國今的一義旗 高的義旗 這個就是中環廣場 中環廣場也很華麗 其實曾經是最高的大約 曾經是最高的 它整棟都用透明去製造 最後最重要的這棟 就是我們的環球貿易廣場 這裏就是Sky 100所在 它很想看到 那個景是360度 那天很高 很高很漂亮 很漂亮 拍照一樓 我一遠看它本身叫Idea 因為我有看過他們的歷史 想Sky 100都可以看到 其實它製造這兩棟的目的 我們就好像想製造 以前古代的大門 大門 就好像是維多利亞講的大門 當船駛進去的時候 就看到這兩棟大門 那個感覺 所以它當年就是這樣製造這棟 最後如果朋友想知道 有興趣買除了Sky 100之外 就去Shop 另外我們的影片的連結 都可以放進去 大家可以參考 好 又禮? 這隻真是 這個是客人嗎? 會有Walk Up Ball? 這麼邪? 不知道,已經刪掉了 好,換句TV 第25集 第4集 剛剛看完非常精彩的香港製造之後 我們繼續 其實不是香港製造的 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系列 我們有這個大窮之父 跟大家介紹 這次 好 這幾件Tactical Carrier 是否按到 沒有理由 有鬼 沒有 沒有,已經關掉了 Alex遠? 不是我 對 過什麼? 好 好 好 這樣 Diac龙 其實就是兩件產品 一件就是舊有的產品 別色版 經常都會有的 就是這個 海軍隊 我還沒拿 我還沒拿 海軍隊的收藏家 客人就看一看 我差不多什麼都砌下去了 好 我放在這裡 轉一個圈 不如讓德哥 你把它變成人形吧 嘩 我完全 有玩過 有玩過 但都不記得 當然可以 我硬來 我對你有些信心 你拔走的槍 拔走的炮 拔走的翼 那就散了 翼應該不用拔 翼不用拔 你只是拔走槍 刀 然後就 你嘗試不拔 這樣就變成人形 行不行 試試吧 你先介紹其他東西 好玩 然後 氣浴 就是這架車 我當初見到這架車的時候 因為今天節目比較豐富 所以我先拔起了 我亦都快快地告訴大家 不如移一移 好 好 車本身的尺寸 比我想像中大 我拿一部iPhone X 比一比 它挺大 我以為是 我心中以為是小 有什麼玩 首先 欣賞一下外形 很有裝甲感 像不像明日戰記的機器 也是挺像的 再給大家看近一點 有些細部位 這架車主要是灰色 可能會比較單調 但是細部位也有少許上色 你看見有些顏色 車頭燈 車尾都有顏色 好 好 接著 看看有什麼玩 首先 駕駛倉 在兩邊移動 一來就特別 二來你入人的時候 就方便一點 如果開到小門 你要入一比六十的人 都應該幾吵架 這次附送的人 就是黑色的 這陣子 這陣子 這個系列 是Diaco的 所謂Tactical Carrier 這個系列叫什麼 Tactical Mover Tactical Mover 這個系列 通常都是灰色 或者軍事色 黑色 但連人的顏色都比較沉 看看你的品味 你喜不喜歡 看看你喜不喜歡 我想德哥也挺喜歡 沒錯 因為他的比較 比較 是沒有那麼fancy 現實一點 是啦 我自己喜歡七彩多一點 哈地姐姐 是呀 我比較喜歡大紅大藍大王 那種感覺 像Diaco 即是小時候的Diaco 雖然模型的系列 也有些素色 好玩的地方 首先 只有一輛車 這裏就能開 這裏 這裏 我已經貼了 這裏 這裏有一點點的投訴 池石貼的Di-cut 好像沒有以前剛剛好 這裏大了一點 所以有些位置 你會看到那些邊 好像撩起了一點 一些這樣堆 可能我醃漸 另外有些配件 就是讓你把不同的裝甲服 可以把它坐進去 我待會可以試 因為我都未玩完 所以我試一點點給大家看 這裏其實只有一個小的基地仔 你可以配一些組件 一會我再試一下 那裏車本身 我覺得比較 有個喜出莫外 就是原來 當你拿走的貨櫃 那這個貨櫃其實很簡單 它是給一些可以插 或者拿走的筍給你 是獨立筍來的 那我就用了四顆 我只入了四顆 其實它叫你入六顆 我覺得不用那麼多 因為都很快 那這個車 這個拖卡 就想不到是可以變形的 那首先它可以拖細一點 那另外呢 它這個輪子 是可以這樣進去 然後呢 移過來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車 這個可以這樣裝上去 這個是另外一個產品來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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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裝上去 這個是另外一個產品來的 就是以前出過的這個 這個 它在說明書裡 有建議你可以 但是我還沒有試 我根本也是第一次玩 我也是第一次裝這個 我也是第一次裝這個 嘩 我們的老友記 Ricky Them師兄又贊助我們 多謝Ricky Ricky也是厲害的 所以 對 我們再試一下裝這個 都行 嘩 它是龜 對 龜 有點龜 對 但是就變了 咦 可以 要壓力一點 就變了 可以 玩這個彈出 Anyway 這個是之前的產品 我不多說了 好 那我把這個 插回這個 插回這個 這個車頭上去 那 那 先把這個形態 對 這個車仔 另外 還有一些乾坤的 這裡是可以開的 它可以給你插 譬如電單車 這裡有個 小小小的筍 我也是第一次插 這樣 這樣 可以假裝這個 射出 也可以收起來 不過這個 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裡 有一個隱藏的 這個是附送的 飛彈炮 但是如果你想收藏這輛電單車 就要拿走這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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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看到 網上 有些人 可以調轉來插 好 都帥 這樣 這樣 可以這樣 好 接著 機嫌人形態 就行了 多德哥 嘩 基本上 同樣地 絕對 不需要 任何 這個 說明書 你只要看著這個封面 基本上 你都可以 識變的了 簡單 好玩 關節 實正 外型也都漂亮 嘩 真的 是否應該給我 宣傳費 其實坦白 這件事是真的可以的 其實那些綠色 其實沒有上色 不過 表面是一支很光亮的處理 所以 其實在裡面 加上一些 黑色 你看到一些 紅色 那些點絕位 其實整個東西 已經很出 很漂亮 加上 那些綠色 其實一些深色的塑料 相對 水紋出現的機會 就少一些 不是沒有 少一些 所以你看到整個東西的完成度都很高 亦都有很多一些 黑線位 其實你高興可以滲線 效果就會更加出 不過 坦白說 幾個水玩具 有這樣的質素 你喜歡自己加工的話 絕對不是一件壞事 可動性 不需要說 因為本身就住 那個 可以變形的關係 它有這麼多可動關節 所以你基本上扭到咬到 有考慮過的東西 全部都沒有問題 所以 正 如果真是追開這個系列 如果特別是我喜歡這個海軍陸戰隊的顏色 的話 給錢 好了 接著 我挑戰一個就是 將這個 剛剛德哥這個 裝甲火 收藏到這個車裡面 第一 我說挑戰 因為我未試過 不如去變回飛機 不用 因為我給說明書 大家看一下 我拆一拆說明書 Sorry 因為它有教很多不同的方法 你都可以 無論是 將它變 拿機體駕駛艙出來 又或者 就算這樣 站在這裏的機械人形態 都可以將那個 收納 收納到裡面的艙 另外也說多一點 如果大家有玩開當年的 當年的 那些ABC type裝甲服 是有一個類似 飛行傘 還是三角形那些 滑翔翼的設定 我不知道算不算 是致敬當年的設計 我覺得是的 如果我沒有看錯 應該 我變回做這個 拖車形態 先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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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企直都可以 放進貨櫃裡 這樣嗎 應該是 因為我做功課 做不足 所以我沒有試過 那些 你試拆開背包 可以否整個躺下 它就有一個這樣的 拆背包 或者拆你的翼 我想要整個 我看先 應該要拆 可不可以不拆這個 我試一下 應該要拆這個 其實它那些兵器 都可以放進去 但可能就要另外收納 我猜 我試一下就這樣 連同窗袋 可不可以就這樣拆開 我看見好像是可以的 它這個拖頭 確實是為了這類型的裝甲服而設 對 是這個系列而設 看看先 如果這樣 裝不可以 先 如果你不卡實它 其實它應該有一個方法 我要研究 我要看一看 看看先 要藏著手 它就叫你 就這樣 放一個類似的姿勢 把小腿向後移一移 這樣 做一個這樣的 有少少度 這樣 這樣 半糖 然後 我看它需不需要 它沒有叫我們下筍 就是這樣 這裡有個突出的地方 一點點 我相信是用來固定它的 是 應該是 先 就這樣 就這樣 應該是 它可以入到了 棺材 對 就 在後面打開 它開 它有一個很有型的開法 就是 將這個東西噴下來 整個洞 整個洞 可以這樣 這樣開 今天 時間關係 我不逐一試 你試了九成 大家看看 其實它教了你很多收納方法 每一款它剛出過 每一款兵器都可以全部收入 每一款兵器都可以連裝甲服收入 又或者你用它之前的形態收入 另外 當然 如果你看展覽 它也有展示過 例如 以前那些裝甲服 這些舊式的裝甲服 它都給了一個配件 這個配件 它給了這個 小小的配件 你就可以把它套住 但有一個問題 我要投訴 它只給了一個 就是這條東西 它只給了一個 但是 我的毛 這些都可以 放到下去 就放一個 我先退後一點 這樣又可以嗎 應該是這樣 這個比較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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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新款的裝甲服 那個貨櫃 本身後面是有洞 可能要用它給這些筍 其實它只給了六顆 而且每一顆 除插是有點麻煩的 等一下 我還有兩顆未用 但我要找回來 看到 等我一會 你看 那 就變成了 整天要 就是它這個 concept 這些筍 其實就一早都有了 就是 由Day One 這些 裝甲服的貨櫃 它都已經有 教我們用這些筍 我一直都覺得是不好用 到現在 我都覺得它 都是一般 我不是很喜歡 這個 但是我明白 它為什麼要 我們用這個 因為 對於它來說 變化會多了很多 另外方便了 這個 我暫時只找到一個出來 看看 應該是插哪個洞 應該是插 應該是這樣 這樣 這樣也可以 另外 因為我沒有開到很多盒 所以 我看到人家組裝 它有教你 可以組裝兩排 兩排更英俊 對 左一個有一個 左兩個有兩個 然後 你要拔出來 找鉗 沒有用手指夾 好 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 跟著我 下一個 item 最後一項 就是 插這個 看看 好 好 其實 這個 都是一個 基地 哇 很厲害 如果有買之前的 例如 你不用買最大的基地 你如果買這一套 這一套 已經滿足了 可以打爆它 你已經可以玩很多東西 例如 裝這些 這些 駕駛座 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嗎 雖然 不是很適合 那個位置 中間沒有洞 不是 應該 真的可以 但是 裝這些炮在這裏比較神奇 是 是 Anyway 你喜歡插哪裏 你見到這麼多洞 你就知道 其實插什麼都 沒有問題 這些 這樣 這樣 然後 你可以把人 因為我已經貼了磁石貼 很厲害 對 已經有了整個基地 這是一個便宜版的 對 斗高一點給大家看 這個黑黑的地方 就是 Walki已經事先貼了磁石貼 對 當然是這盒負送 對 變了 玩法更加多元化 嗯 如果之前那個基地 當然那個就比較貴 有瓦訂 如果你想買一個便宜一點 如果你想買一個便宜一點 沒有那麼大便宜 但是一樣這麼好玩 那你就買這個 再買這一盒 對 但這一盒現在價錢是多少 我就不知道 沒有炒 不清楚 不清楚 小事 是 那就可以玩基地仔 嗯 好 非常精彩 今集玩了什麼 然後 是不是 天極熊練 好 大家見 阿嘉呢 可能去的時刻 哈哈 撿東西時間的 什麼事實 要開 開 開鏡頭 喔 開了 開鏡頭 我示範想 搞少少東西 你想 示範一下